来关心南投日月潭的水射坝木栈道 曾经被外媒评为全世界十大最美的单车道 没到假日总是吸引好多游客前来 不过因为旁边的PVC管曾经破损伤到人 日前普里公务团就以安全为由 把PVC管给换掉 换成了钢管护栏 但是因为这个钢管护栏跟环境实在是太不搭了 让民众看了很傻眼 觉得这个非常丑 丑到让美景都回不去了 木栈道上有人散步 有人骑着脚踏车 还有人在拍照 但仔细往旁边一看 一整排的钢管护栏 似乎跟这美景有点不搭 真是跟原本比起来就没那么好看 这里是南投日月潭的水射坝木栈道 曾被外媒评为全球十大最美单车道 过往木栈道旁摆放一根根PVC管 一眼望去就可以看见日月潭美景 但这PVC管破损后产生的孔洞 却曾造成游客受伤 因此普利公务段近日进行改善工程 将PVC管拆除改建为钢管护栏 网友把过去和现在的照片 PO上网对比 直说水射霸被围起来了 就像初恋回不去了 可是我觉得就是他旁边有一个护栏会比较安全 避免就是那个他们骑脚车然后骑去外面 开照就骑自安全比较重要 应该会选择因为小朋友很多 所以这个安全一点还是好 有人注重安全也有人直言 钢管护栏一点美感都没有 人被隔离 美景也被隔离 公务机关以使用为出发点 没有要改回的迹象 对于外界的负贫给了正回应 记者曾若晨南投报导